今天想要講的是麵包膚脂過敏症 所以我在昨天實力剛好刊載了我一篇的投稿 那在講的是Wooten Free的膚脂過敏症的部分 因為老實說我覺得 我如果喜歡廠商或是書商 甚至是一些作者去寫這樣的事情 很多國外的一些養生書 它是寫出來的時候可能已經被截端 截章階段 它不可能把全國的設施放進去 而翻譯的人呢 他是真的專賞的人嗎 還是他是英文系的 英文系真的懂食品專業的東西 你去那邊的東西嗎 不一定喔 那如果是食品專業的去翻譯呢 他可能翻出來會不會談 因為會不會懂 就是英文 英翻中的能力很差 所以基本上這種翻譯書 再來是 國外的情況跟國內的情況有相比嗎 不能吧 因為它的基因型 生活型在一起 跟它完全不一樣 那怎麼可以把國外的數字 直接拿來國內應用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錯誤 OK 那再來是講一下這個固定的部分 真正面具 這是美國做的一個調查 這是他們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去做的喔 90%的消費者 都有聽過膚質這個名詞 但是 只有35%的消費者知道 它是賣了一種蛋白質 那甚至有15%的人認為膚質就是小賣 26%的人認為 不膚質就是不小賣的產品 這樣的調查是不是顯示說 消費者聽過膚質或不膚質的飲食 但是他完全不瞭解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理論稿 然後我看到Jimmy Kimmel 我非常喜歡他 他非常的好笑 他有時候做一些 就是去街坊鄰居去做一些調查 就是 他之前去做那個 把他Speed Dose 就是那個彩虹糖 把他打成的模式 之後去問別人說這是有機的 之後那個消費者跟他講說 哇這個這天然有機 我覺得我心裡被 被存進之類的話 OK 之後他最近要把我去做那個 最近是那個 iPhone的SE當上市 他好像要把iPhone SE 跟iPhone 5S拿去給點完 這邊 Middle Waste 他就說哇這個SE的速度很快之類的 OK 這個節目很好笑 那他一樣去把這個 Wooten Free的東西去 去教育者 得出來結果是 消費者根本不知道 他完全不瞭解 什麼是膚質 什麼是無膚質 OK 所以 為什麼他要賣得這麼好 我在美國 我去那個去美國的一趟 去那個 他們的士林 科技營會 我的士林站 那在場 所有的麵粉場 都會出無膚質的原料 我覺得我莫名其妙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上個三次大量學 一樣學 他是教育我們說 無膚質飲食是給 有膚質莫名證 就是乳一切人吃的 那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乳一切的問題 這麼嚴重嗎 那個技術人好笑啊 說沒有啊 反正別人做就不能做啊 不做就賣不掉 我就說 這樣很合用 因為這樣 這是一個產業的趨勢 大家做 做很多書本在寫 很多產業在推 你不做就賣不掉 他就跟著做 但是消費者呢 你買的東西 有報告指出他的價格 這是Paper去發表 所以說 他這樣的價格是 一般賣小白產品的 一倍以上 那你願意去花 一倍以上的價格 去買一個 你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過敏奇妙的事情 OK 因為他被冠上的是 一種高級養生 而且他被放的是 那種很高階的 有機超市 他不會在一般的超市出現 所以消費者其實是 有一層面被坑 老實說 但他不是不好 就是你沒有必要去買到他而已 好 那回來講一下這邊 膚質插座造成過敏的問題 是叫 它是一個 叫Cellensis 乳迷腺 它是一個字體免疫疾病 所以嚴格講起來 我覺得它也比較過敏 它叫字體免疫疾病 OK 也就是說 剛剛講到 在後面比較嚴重 那 即便在裡頭 乳迷腺的 盛行率你知道多少嗎 1% 也才1% 那有 呃 你們爆掉了 OK 而且他還很好笑 這個有一個調查 一個研究去做 他先做試調 之後把 一規認為自己的乳迷腺的患者 把它縮集在一起 之後去調查 他是不是真這個乳迷腺 結果發現做了 30、40個月 所以這個乳迷腺 其實在美國會嚴重嗎? 不嚴重 我從事營養相關的研究工作 或讀書到現在 我還沒遇過一個案子 我從來沒遇過 如果有的話 歡迎介紹給你 我真的想要去做做看 真的吃的會造成這個問題 OK 好 那我們來看乳迷界 所造成的 它是怎樣發生的 這是小麥的製品 那它的麥膠蛋白 那 在我們腸道裡面的時候 它被切掉 那效素作用之後 會形成這樣的片段 這個片段呢 它會跟一個 抗瘤植核細胞所結合 那 這個抗瘤植核細胞 上面會有些受體去辨認它 如果你是正常健康的 一般人 它這個受體是不會跟它結合的 所以它不會辨認它 所以它就不會產生後續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帶有這樣的基因系的人 也就是說 剛剛在美國有1% 它如果帶有這兩個基因系的話 它會跟它結合得非常的開心 這結合之後呢 它就會引發 這個毒殺型T08小的活化 它就會去攻擊你的腸道細胞 就會造成腸道的萎縮 就會造成乳泥血 所以它是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老實說它也不算是過敏 因為它跟HG也沒有關係 OK 好 那再來看一下 這一個 正常人的腸道底膜是蠻多皺褶的啦 那如果是一個如一些患者的腸道底膜 你看到 看得出來有少爲微縮的症狀 就會有些就是 有點流血 它的 可能會有血便啊 等等的問題發生 所以針對於這樣的患者來說 是一個蠻嚴重的 肢體免疫疾病 OK 那當然有些人是 非膚質造成的過敏現象 因為其實任何的食物任何的東西都有可能是過敏的 即便我手拿著東西都有可能是某個人的過敏的 都有可能 OK 那以這樣來說的話 在美國約有6%的數據 是這樣的過敏的 它 不會過敏 可是不是膚質所造成的 OK 那它所走的路徑呢 就是剛剛講的傳統的過敏的症狀 它就是走IgE活化 所以它在接觸到這樣的產品的時候呢 它就是活化了肥大型號 而造成過敏的症狀 OK 好 這件paper 我之前有發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面 那我就看了它 它有提到說 粉 就是無賣、無膚質的產品 它比一般產品不會上銀杯 但是呢 營養加長呢 沒有差異 而且它有直接講到 它的健康價值沒有差異 所以一般人需要呢 不需要 其實真的不需要 OK 只是它被冠上一個高級養生健康的概念 所以造成這樣的數據 在美國呢 有7%的人 有對賣製品不適 有1%膚質屑 有6%的人會膚質過敏 所以加上7%對不對 可是 有20%的消費者 會去選購 武漢膚質的飲食 所以是代表13%是完全不需要的 它會傾向買這樣的產品 OK 那甚至 因為很多廠商在推銷過程中 去冠上 Woolton Free是Health Care 它這邊有什麼什麼 The Health Healthy Woolton Free Life 或是Healthy Choice 是Woolton Free 所以消費者也被教育 Woolton Free 它是一個健康 對身體很好的 所以有38%的消費者認為 五福治產品會很健康 只有25%的人會幫助盡重 對身體很奇妙 OK 這一邊 這數據是來自於美國科技 美國科技 實體科技學會的期刊 它有一篇專欄在寫這個問題 OK 之後它更提到一個產業的數據 自2012年到2014年呢 在賣不膚質產品超市的營業而增加 它用3% 它大幅成長 所以你只要去美國 它們超市超級多種Woolton Free的產品 Woolton Free的意大利麵 Woolton Free的什麼 甚至有些根本沒有用搶賣的東西 它都標榜Woolton Free 我覺得超奇怪 就是因為有些為了銷售嘛 它消費者就唉啊 它消費者常不懂 它已經被教育成健康了 所以我只要隨便選Woolton Free 它就唉 就像是台灣的時候有我們期到的 沙拉油不要販咕也販咕不存啊 沙拉油不要販咕也販咕不存啊 或者哇豆漿販咕不放不起 法規規定豆漿販咕可以加放不起啊 可是我寫了之後呢 我們有用加期的資料加期的成分 消費者 神經的算數就是賣很漂亮 賣得很好 OK 所以消費者其實有時候在選擇 在知識上的入主 所以造成它 這樣的現象 很快被 促進產業發展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